在那遥远的时空闪烁 是那神秘的古老传说 经过漫长的岁月蹉跎 也留在我心中 他们是一群真的英雄 他们的故事进行动作 已经要见先摆着前方 尽头海浪都穿过传说 传说在那遍幻罗测的某个时空 传说 传说他们前遍文化能歌显神佛 传说 传说人平时光流转 但争气不灭 给我们留下神的传说 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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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说人平时光流转 但争气不灭 给我们留下神的传说 传说 得对爽 谁 找人 想哪 襲 识 Elsa 是 小 swear 羊 要去 你还有什么事吗 商军统帅张贵芳在几个道士的帮助下兵犯稀奇 弟子无能 不能率兵退敌 反被围困在树林中 望师傅指点退兵之道 你的军队还能坚持几天 回禀师傅 我的军队最多只能再坚持一个月了 既然还有一个月 那你就到我的藏书阁里去看二十天书 这 子雅 心里有什么话只管说出来 不瞒师傅说 师傅书斋里的书弟子全都看过了 以前看和现在看恐怕不一样 师傅 弟子遵命 为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由了 我们自由了 新鲜空气万岁 蓝蓝的天 清清的水 青海湖的风光多么美 青海湖的风光是多好 接着来 天天呼吸吸间空气 自由自在 多么欢喜 你们闹够了没有 怎么刚才是你在说话 没错 是我在说话 鸟还会说话 少见多怪 你们光顾高兴 就没想想自己是怎么出来的 是啊 我们光顾着高兴 没去想谁把我们从葫芦里放出来的 是我把你们放出来的 你 为什么 放你们出去是要让你们去吃一个叫江子牙的老头 吃老头 我的牙不好啃不动 老头 是个半神仙 吃了它能补肾壮羊多活一千年 太好了 我生来就阳气不足 可是你牙不好怎么啃得动它 牙不好可以炖烂了再吃吗 好 师兄 是师弟 一个月到了 你该回去了 师父说得对 以前看书没目的 现在看书可不一样 可惜时间不允许 不然真想一直看下去 师父说 你还想看什么书 就带回去看 这太好了 请替我谢谢师父 来 油魂 我累了 想歇一会儿 你发现老头别忘了叫我一声 不行 我也累了 等我醒了再替你 不 得让我先睡 让我先睡 你得听我指挥 你得听我的绿游魂 请问二位是哪路神仙 神仙 神仙 我们俩一直想当神仙 可到现在也没当成 你们二位是谁 我们俩是被皇帝宣元氏锁在葫芦里的游魂 你是江子阳 你终于出现了 听说吃了你可以补肾壮羊多活一千年 你们俩想吃了我 没错 我们在这儿已经等了好多天了 早就等不及了 两位准备怎样吃我 当然是一人一半 你们俩谁吃我的头 谁吃我的脚 吃头吃脚有什么不同 吃了头能活六百年 而且更加葱 吃脚呢 只能活三百年 吃了以后会变笨 当然我吃头你吃脚 你吃脚我吃头 你吃脚我吃头 别争了 为了公平起见 你们还是比试一下 谁胜了就吃我的头 好 我们就请你当裁判 好吧 来吧 来吧 你这爬虫 你 我吃头 你吃脚 伙计 师姐书上说 我们给你一路收起两个零食后 把葫芦拴在胡体的红柱上 你快去把葫芦弄开 我吃头 我吃头 你 我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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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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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上面写着制服这两个游魂的办法 我吃头 分出胜负了吗 没有 不要再打了 你们看这是什么 你们俩待在这葫芦里好受吗 不好受 请你放我出去 我不吃你的肉了 里面埋死了 我要空气 忍一忍吧 等你们做好事的时候 我会放了你们的 好 好 绿油魂 蓝油魂 葫芦是你家 再跑就永远把你们关在里面 我们这也不跑了 你让我们出来吧 你让我们做得要好事吧 多谢老先生 你把这书简送给黄飞虎将军 是 丞相说一个月后就回来 现在时间到了 他怎么还没回来 哪个是黄飞虎 你是谁 我是信差 将子牙让我带点东西给他 丞相回来了 众将士 做好战斗准备 喝什么 做好战匠 王门 做好战匠